张曼玉 出道近30年 他是迄今唯一荣英国柏林和嘎那国际电影节 影后的华人影星 1964年出生在香港 8岁时隋家人移民英国 直到17岁回到香港 1982年被广告公司星探相众 开始做广告模特 次年参加港节比赛 荣获亚军一夜成名 正式踏入娱乐圈 长得漂亮有知名度 但是没演技 此大家对他的定位就是花瓶 直到1988年 王家卫找他出演 《望角卡门》中刘德华女友 从这部电影开始 张曼玉演技开窍了 由他出演《花样年华》 王家卫用此片征服了整个欧洲 也让张曼玉在欧洲家喻户晓 1992年张曼玉又拍摄了 新龙门客栈中风骚泼辣 风华绝代的金香玉 1993年 《青蛇中灵动邪魅的青蛇》 1994年 《东邪吸毒中忧愁哀怨的大嫂》 演艺事业一帆风顺 无奈情路却颇为坎坷 张曼玉虽然绿爱绿败 但一直以来都为爱不顾一切 有人说 每当他失踪 就是在恋爱 每当他在现身 就是失恋了 1997年 张曼玉到法国 与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合作 迷离结 之后坠入爱河 一年后 两人在法国结婚 2002年5月 由于阿萨亚斯的疫情 张曼玉与结婚三年半的丈夫 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2007年6月 奥雷在北京 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时 结识了比自己大七岁的张曼玉 两人一见如故 几个月后 奥雷与张曼玉 实质紧扣着出现在公众面前 2012年6月 张曼玉和奥雷和平分手 结束五年恋情 截至2019年 张曼玉已是55岁 还是单身 默默为女神担心 有喜欢明星故事的 可以点一下关注 下期更精彩